嗨 大家好 吃过饭了吗 很多朋友都常常问我五行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五行 还有每一个生肖都有属于自己的五行 这个必须要知道 其实我过去很多年花了很多时间 在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生肖的五行 比方说属猪的五行是什么 属猪的五行是属水 那属兔的五行是属什么呢 属兔的五行是属木 OK 那所以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一旦你知道自己的生肖五行之后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帮自己开运 那我现在就想用最简短的时间 来告诉大家 你的生肖五行是什么 然后你可以迅速掌握你自己的命运 也了解五行的特性是什么 比方说这样子 我就按照木火土金水的顺序来讲好了 因为很多人讲五行的时候都会说金木随火土 我们不要说金木随火土 要说木火土金水 为什么呢 你把木火土金水说顺了以后 你人生也会是顺的 比方说木可以生火 火可以生土 土可以生金 金可以生水 水又可以生木 木又可以生火 OK 很简单你就会记得我今天讲的五行相生的道理 木就是树木也好 稻草也好 属木对不对 木能够生火 你古代的人在煮饭煮菜或者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用木头来取火的 所以木可以生火 你看那个森林大火一开始的时候 就真的是完蛋了 不可开交 一定是整个毁损 除非赶快做出一个警戒线 否则一定全部都烧光光 对不对 OK 所以木可以生火 一定要记得 而且已经记得了 对不对 OK 然后呢 是火生土 火为什么可以生土 你看我们燃烧稻草也好 我们烧任何的东西 包括我们做烟供燃掉的那个灰烬 里面有很多的有机矿物 有很多的营养元素 全部都会灌溉我们的土壤 所以呢 我常常讲一个笑话 就是我们阳明山的烟供的烟供粉呢 隔壁的邻居他们是做园艺的 就把我们的烟供粉烧成灰烬之后呢 做成他们的堆肥 结果呢 他们的树卖得真好 因为他们树长得又漂亮又开花 而且而且 隔壁的邻居的爸爸呢 把我们家的那个烟供粉 拿去灌溉他们家的什么 玉米 结果呢 长出来的珍珠玉米 真的是一只难求 每次我都跟他说 你青年可不可以留五公斤给我 没有啦老师 我本一两只啦 因为呢 我们自己 孙女爱吃 孙子爱吃 根本轮不到邻居 OK好 这是一个题外话 所以呢 火可以生土 所以火燃烧过任何东西呢 都可以来灌溉我们的土壤 让我们的土壤变成非常的肥沃 接下来土可以生金 你看我们的金银铜铁锡 所有的矿产 哪一个不是从土里面挖出来的 所以土可以生金 了解了哈 接下来金能生水 我们在冶金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水气 所以我们常常讲这是无中生有 所以它叫做金生水起好运道 OK 所以金能生水 那么水能生什么呢 水能生木 我们所有大自然的树木也好 你自己浇花也好 你的菜园也好 是不是全部都要靠大自然的雨水 河川的水来灌溉呢 所以水可以生木 然后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又生木 这样叫循环无端 所以我们常常讲生生不息的力量 就来自于大自然的五行 所以我们怎么样善用五行 我们不要再说金木随火土 因为那都是相克的 我们必须说 木火土金水 请大家把这个记得 而且告诉大家 等大家把木火土金水都学会了之后 我接下来要教大家相克的原理 OK 如果你能够在线上每次呢 听我讲几分钟 你就能够学到一个大自然的真谛 这个就是一个开心开运的一个缘起 OK 好 木火土金水我们已经知道了 而且已经是相生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就要讲 鼠木的生肖是什么呢 鼠木的生肖有两个 记得了 一个是老虎 一个是兔子 OK 那一个是老虎 一个是兔子 那老虎跟兔都是属五行 那这个五行属木 它的颜色代表就是绿色 就是绿色 所以你就会常常听到属老虎的啦 属兔的人要多用绿色的 所以要常常吃绿色蔬菜啦 是不是常常听到人家这样讲 OK 然后呢 你选择的开运的东西 你也可以选绿色的 比方说 老师之前的五行皮夹卖得很好 有些人等不及在电视上买 等不及跟我们的客服人员买 因为如果你在电视上 在客服 我都是依照你的八字算出来 不是像生肖这么简单 可是有些人等不及说 老师你干脆告诉我 我的幸运色是什么 我直接去买这个幸运色 当然很好 我可以告诉你 你属兔的属老虎 你就是属木形 木形的颜色就是绿色 那木形有什么特色呢 属老虎跟属兔的人 都属于木形 木形就是喜欢自由自在 不喜欢被拘束 就比方说 大树在森林里面成长 有些长得歪七扭八的 有些长得很直 有没有 总而言之 你会喜欢向上伸展 所以属老虎跟属兔的人 基本上很不适合 被人家拘束太多的工作 喜欢自己发挥创意 然后很有行动力 然后所以你们两个人 都是很适合带领一个团队 但是其中呢 老虎是属于阳性的 所以比较有领导能力 那么兔呢 是比较属于幕僚的 所以很适合帮人家做事情 当然如果属兔的 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 几年下来 以属兔的智慧聪明才智 也能够当老板 独当一面 这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讲火的部分 属火的是哪两个生肖呢 一个是属蛇的 一个呢 是属马的 蛇跟马 你们的五行能量是属火 火是什么呢 火就是红色 那当然呢 紫色可不可以 粉色可不可以 橘红色可不可以 太阳的颜色可不可以 都可以 只要它有温暖的感觉 它有向上的力量 有一种积极的感觉 都可以说它的 这个属性是属火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属蛇跟属马的人 其实个性是很想要积极努力的 除非它遇到了一些不如意 会让它错到它的锐气 否则属马跟属蛇的 这两个个性是永不停息的 尤其是属马更加的明显 因为属马是阳性 而属蛇是阴性 那属蛇是阴性的人呢 就比较会潜藏的 它在内心是很热的 可是它外表可能表现得很冷漠 所以你就知道属蛇的人 大部分都是外冷内热 那么属马呢是外热内热都是热的 那你们呢 就可以选红色的 桃红色的 任何的跟红有关系的 都是你的幸运颜色 当然你就可以多吃红苹果啦 红萝卜啦 你就可以训练 比方说穿红色的衣服 好接下来土 OK 属土 五行属土的生肖有四个 那这个呢 在八字学来讲 也叫四库土 所谓四库土就是 你们都是很会存钱 而且一生都不会没有钱的 四个生肖 属龙的 属牛的 属龙的 属牛的 属羊的 还有属狗的 这四个生肖叫四库土 那所以呢 我们刚刚露了讲这个 火的特性 火的特性就是温暖 就是向上 就是积极 就是要乐观 所以如果属蛇跟属马的人 你是很正面能量的人 你这一辈子一定会因为你的积极 广交善友 然后呢 广结善缘 你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帮助你的事业 所以属蛇跟属马的人 要运用人脉 要运用人际关系 有时候不要觉得浪费时间 多多跟朋友有一点往来 对你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属蛇跟属马的 我们回过头来讲这四库土 牛 羊 狗跟龙 这四个生肖四库土 这四库土呢 你们颜色都属土 所以你们要多用黄色 像多拜皇柴神 多吃一些黄色的食物 像南瓜 地瓜 就对你的帮助就很大 那当然呢 你就可以多用黄水晶 然后比方说你要买什么葫芦 你就可以买黄玉的葫芦 那对你就是首选 因为那就是跟你的五行完全契合 完全相应 完全可以帮助到你 那土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我们的大地属土 土是生育万物 所以这世界上呢 这四种人 这四个生肖的人 就是一切公司的基础 不管你的老板有多么的厉害 你一定要多用这四个生肖的员工 为什么呢 这四个生肖的员工叫稳定的力量 除非你太对不起他 不然他不会随便换工作 因为他的个性就是属于稳定型的 稳定型的 那你知道 我们在一个公司里也好 在一个国家 在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需要有爆发力的员工 帮我们激发更多的想法 然后帮我们赚钱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不能缺乏的就是稳定的力量 这个稳定的力量就要靠这四个生肖 所以属土有什么呢 第一个他生育万物 生育万物就是 不管你是给他种树啦 给他种水果啦 给他种花啦 给他盖房子在上面 在泥土上面啦 给他挖一个土来做一个水库啦 这属土的都是逆来顺受 所以你知道你这四个生肖的人 都是媳妇型 委屈型的 可是如果你能够耐得了寂寞 能够享受这种委屈的过程 将来你就是多年媳妇 熬成婆 所以当有一天这四个生肖成功的时候 都已经是不得了 都是亿万富豪 因为你能够忍耐 你能够受委屈 你能够平常可以 就是好像鸭子划水一样 不让人家知道你的过多的才华 你能够隐藏你自己 所以有一天你会成功 OK 这四个生肖的特性 就是诚信 踏实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四个生肖的人 不管当我的朋友或当我的员工 OK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金型 那金型的颜色代表颜色就是水 对不起 就是白色 金色 银色 就是金银铜铁的颜色都属于金 另外呢 透明的颜色 透明的颜色 比方说水晶 透明的颜色 那种看起来没有颜色的颜色 这也是属于金型 那我们讲金生水起好运道 所以金是水的源头 也就是说金能生水 所以呢 呃 这个属金的人呢 呃 你只要你的智慧 还有你的 哼 想法 是善的根本 呃 为出发点 然后运用你的智慧 金的特性就是冷静 坚毅 呃 还有呢 内炼 因为金的特性是收藏 可是你知道吗 金要火炼 对不对 你看黄金 如果不是这个大火去把它淬炼出来 它不会变成那么漂亮的形状 金银铜铁都是一样 都是要靠火去淬炼 所以人家说火克金 原因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 两个生肖属金的 就是属猴的 跟属鸡的 OK 属猴的跟属鸡的 都是点子非常的好 非常的聪明 而且呢 在人际关系方面呢 也都能够左右逢圆 那金的特性 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 呃 要金要火炼 所以金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是 呃 大家不看好你 然后大家 甚至瞧不起你 你才会越错越愤 因为金如果没有 被人家来磨炼的话呢 永远就是天 不知天高地厚 自以为是 所以 属猴的跟属鸡的 聪明才智呢 就要靠被外面的这个风风雨雨来摧残过之后 那个金的特性 坚毅的特性就出来了 那金呢 是越错越愤 所以属猴的跟属鸡的朋友呢 往往都是不容易轻易屈服的 都是可以占到最后的 这个 呃 这是你的特性 呃 是你的优点 哼 那接下来我们讲水 水是什么呢 有两个生肖属水 一个是属老鼠的 一个是属猪的 OK 这两个生肖是属水 那水是什么呢 水是代表智慧 那水呢 也代表创意 那么水呢 我们也讲一句话说 呃 水 这个 这个 随波逐流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属猪的跟属老鼠的 交到好朋友或坏朋友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们交到的是好朋友 那你这一辈子就是 呃 得到多助 非常的成功 那如果呢 你认识到的朋友呢 是那个阿里布达的 呃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么臭大麻的 或者是喜欢夜生活的 那你们两个就最喜欢夜生活 因为你们呢 是属于子时跟害时出这个的时程 所以呢 这个时程也代表是 呃 就是 呃 夜生活 很喜欢夜生活 所以呢 属老鼠的朋友跟属猪的朋友 如果你可以是正常生活 而不是夜生活的话 你的人生会非常的 辉煌 那我们说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对不对 所以属猪的人 跟属老鼠的人 翻脸也是跟翻书一样快的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快要成功了 但是会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小小的 很小的利益 去感觉到别人是不是在占你便宜 然后就跟对方翻脸了 就从此不联络了 这个会错过你人生很大很大的商机 会非常可惜 所以记得这句话 属老鼠跟属猪的朋友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所以你要随时保持冷静的头脑 保持一个平衡的思考 凡事先不要往负面去想 那让人家占一点便宜 对你不是坏事 那属老鼠跟属猪 属水对不对 那水到底是什么颜色 这个学问最深了 怎么说呢 因为有很多颜色都属水 比方说蓝色属水 所以蓝色它代表招财 也代表健康 那么黑色也属水 黑色可以防小人 黑色也可以招财 那还有什么东西属水呢 所有非常深的颜色 都可以说属水 比方说深墨绿色 深蓝色 什么占那个垫 红橙蓝绿 红橙黄绿蓝电子 蓝电子比较深的部分 都可以说是属水的颜色 水型 那像紫水晶如果比较偏红 紫色如果比较偏红 你可以说它是火型 大概颜色的分类就这样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木火土金水 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 对不起 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又生木 这个叫循环无端 如果你能够常常脱口而出 木火土金水 哪怕你今天没有带任何的开运宝物 你就常常讲 哦五行万物 木火土金水 愿一切为一切效力 愿一切为我效力 五行的意思就是生生不息 所以你常常讲五行五行 你去运用五行的颜色 其实话说回来五行就是代表这个大自然的五种不同的能量的力量 木行就是向上正直的力量 火行呢就是也是向上积极扩大的能量 那么土行呢就是内包容 内敛含蓄的力量 那么金行呢就是坚毅坚强的力量 而水行就是柔软的力量 那么在五行我们应该怎么去运用 比方说我们的身体 比方说我大部分的面积 可以穿我的幸运颜色 OK 那其他小部分饰品 你就可以五行都可以配 包括你的指甲油 你的眼镜 各方面你可以配各种颜色 为什么呢 我们要五行均衡 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各种青菜水果啊 所有的食物呢都有五行的颜色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白米饭是属什么呢 属金 对不对 紫米饭呢属火 还有黑米饭呢属水 那还有一种 它有比较黄色的胚芽米 糙米饭呢属土 OK 那这样子一来 你是不是大部分 对不起 胚芽米它有绿色的成分 我们是属木 OK 然后那个糙米饭 我们就属土 那如果我们可以把五穀 或者八穀 各种真穀 混在一起吃的话呢 那它就可以去强化你的五行能量 而且呢 也比较不容易 因为吃过多的白饭淀粉 而迅速的得到糖尿病 OK 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大家呢 吃饭愉快 然后大家呢 中午要好好的休息 那因为我刚刚在车上就跟大家讲了五行 因为我们常常推出五行 那我们很多粉丝很可爱 老师 我是属老鼠啦 我到底是要选什么形 OK 老鼠要选水形 所以蓝色也好 深色的或者黑色都是你的幸运色 那属火的 比方说属蛇的我到底要什么原色呢 你就可以选红色 或者粉红色 或者桃红色 这都是你的幸运色 再复习一个 如果属老虎呢 属老虎你就是木形能量 你就是绿色 OK 所以呢 大家记得了这个 下次呢 我就教大家什么是五行相克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不管是五行 或者是六合 我都会找时间 我只要有空 我就会跟大家聊一聊 好吗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赶快分享 然后按赞 功德无量 拜拜 祝福你